萬元企劃 Hello 大家好 Andy哥 這是我們的新節目 顧名思義萬元企劃 我們會做甚麼呢 就是我們每一集 即是這個系列的每一集 就會用一萬日圓去洗掉 這次我們就去了Loft Loft買一萬日圓 這裏就是我們買了的Loft 一萬日圓份量的東西 不如說一下我背後的環境 沒錯 這裡就是Studio Studio由於傢俬未完全離開的情況下 我就不想展示Studio那麼大給大家看 不想展示那麼多給大家看 因為我們要給大家看 我們最美麗的一面 好 我們現在說回正題 這裏我們就來開箱 到底一萬日圓是一個日本版的Loft Loft 到底是有甚麼買的 有一個其實是一個非常搞笑的東西 Yen就是一個貓爐 他看到這個東西的時候 是我看到的 然後Yen看到有這樣的東西 他一開始 其實我們也誤會了 他是否給貓吃的公仔麵 他不是 其實他是給人類吃的 那為甚麼他會叫做Nekoskyo 9man 其實他就是堅魚湯的湯底做的拉麵 即是說貓很喜歡堅魚 這是一個這樣的公仔麵 然後第二樣東西 又公器私用一點 因為Studio剛進來的時候 我們是未有洗手液 現在我們是用消毒酒精當作洗手 這個洗手液是純天然的 有實況消毒 然後它最重要是Made in Japan 這個也挺貴的 這個也有800Yen 如果我沒有記錯就可能300Yen 我不是很肯定公仔麵是多少錢 不過是公仔麵的價錢 它不是特別貴不是特別便宜 然後到這個 這個大家覺得是甚麼 這個粉紅色的軟膠 大家覺得是甚麼 大家千萬不要想太多 這個是一個保健產品 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女性 她只是頂著頸 她可以為你踩腳底 勾一下腰 按一下你的骨 價錢是900多日元 大約70港元 然後我們來看看 一個挺過癮的東西 這個挺過癮的 這個對於日本人看來未必是一個很過癮的東西 但在我們的眼中是一個很過癮的 而且對我們實際是有幫助的 我想大家都未必猜到這是甚麼 這個就是2022年的年曆 日曆、年曆、月曆、日曆、日曆 它有甚麼特別呢 就是教你去讀一些很難讀的漢字 我們看看2022年的一與一號是甚麼 金我認識 原來是金團 金團我認識 如果不認識 在哪裏有一個答案呢 是金團 明天由於這裡有一個答案 哦 是這裏 翌日的這個位置就會有一個答案 金團 咦 你是否錯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跑馬拉松 即是可以跑很長距離的人 以前是一個神的人 即是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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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剛剛有傢伙來 真的說傢伙未來 真的堆了幾件 現在雪櫃都來了 正 好 繼續說 這個 《偉泰天》 其實有大學劇拍過 這個就是 以前說很跑得的神明 《伊達天》 然後這個 我也不知道是甚麼 總之它這個日曆 就是 未來我們在2022年 我們就會學到一個漢字的讀音 它有很多很多 全部都不同 我覺得這個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都認為是一個辦公室 或者是一個地方 是需要一個電力、月力、人力 我是覺得是一個 買得非常有用的 不稀的東西 它是好像 兩千英 百多元 那下年才用 是 難讀漢字 然後我們再來開箱 就是很多人都問我 為甚麼我的牙齒白得這麼快 如果有朋友在很久以前看 我知道我一開始拍牙 是很嚴重的 可能我現在的牙齒都不太漂亮 但是我以前真的很嚴重的 我是用很多美白牙齒的產品 但是我不會用一些很有附屬性的東西 它這個就是一個竹炭的 給你去磨牙的表面 幫你去清潔你黃了的東西 就是你黃了的牙 你的污垢之類 這個就是其中一樣 叫比較簡單的美白產品 不過這一盒 我從來沒有買過的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我都沒試過拍片 尿牙 為甚麼它是這樣的呢 它這裡裡面有一個 我也不知道什麼 我不會形容這些是什麼 我明白 它這個把手就只有一個 但它的炭就讓你這樣堆下去 哇 它也挺孤寒的 這東西也要好像六七八日圓 五十多元港幣 它只是給你一隻手 孤寒鬼啊 即場表演 美白牙齒 但它這麼黑 我不知道其實它有沒有刮走 因為它這東西這麼黑 它又不是白色 之後才弄這個 研究一下到底這個合不合 大家可以在一個月後問我這個合不合 我會試用這個一個月 好了 我們再來 這個是一個很帥的東西 這個呢 真的一看到那個時候 哇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東西 這個是一定要買的東西 這個是Made in Japan 那它是甚麼來的呢 就是那些青苔去擺設 就是它給你一個 正常一個日本的家庭院 是說很大的庭院 現在它縮到超小的版本 去給你做這個擺設 我是覺得這個是非常不等待 但也挺漂亮的東西 它是一個有英文版的說明書 這個東西是哄外國人買的 說得好聽一點 不就 那這邊就是日文說明書 它是沒有中文的 沒有中文的 英文和日文 它就是教你如何擺設這件事 首先就是它要在這個盒子上鋪一些泥土 它裡面的包裝是它有一塊吸水綿的一個木盒 底石 然後砂石 總之砂石底石 我不知道是誰打誰 然後那個植物 然後它有一個噴噴給你 然後噴它們 這個裡面應該是那些放得很漂亮的 那些圍棋的石 然後我們這個 我相信都是石頭 不是很輕的 這個非常輕 這個是 哦 很可愛 有一個小屋 有一個小屋 就是砌好就是這樣 好 我們現在 為了那個速度 讓我先進展 現在這個時刻 就會有這個砌好的圖在這裡 好 我們繼續繼續 然後說起這個重的東西 這些盆追 這個就是我看到的時候 我是嚇到的 哇 這個東西都可以用 對我們之後的 Channel 我們拍的 是很過癮的 這個都是日本的 讓我找回一個是 這裡 沒錯 這裡 Made in Japan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相信大家看到這個圖 都是什麼 也是種植物 不過這個是種蘑菇 在這個養蘑菇的東西裡面 它沒有剛剛那麼複雜 不過現在很臭 那些味道是很濃烈 我們說一下它到底是怎樣種 我們看看說明書 說明書 這個是沒有英文的 全日文 它就是跟你說 你如何種種這個蘑菇 你全部倒進去 然後就每天淋水 然後就會有蘑菇 那為什麼這個東西 會帶我們出來的 味道好處呢 因為我們的室室是有廚房的 到我們假意時日要煮飯的時候 我們可以很有型地在這裡 拿蘑菇出來做 這個就是蘑菇 大家可以留言猜一下 到底要用多少週期 我們才會看到蘑菇出來 當蘑菇種了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我們都會特意拍一個主意的食物 不如我們將它們集合吧 就是當它出現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蘑菇貓麵 好 然後我們下一個東西 就是一些 都挺私人的東西 因為這個盤牌 你室室 你遲早我們都要去玩遊戲 或者我們可能要 賭錢 可能我們是坐地 對吧 就是需要有一個盤牌 這個是Bicycle盤牌 一部盤牌 我懂得說我是玩過魔術的 還有我講個秘密給大家知道 我追求我老婆是 一開始打開那個畫甲子 是用魔術做這件事 摸一下那些盤牌給大家看看 那 什麼的 我懂的 玩這些的 我懂的 我是元朗David Brane 我試一個魔術給大家看 試一個 現在在這個時刻 我會這樣掃牌 大家看到什麼牌 你記住那個副牌 記住那隻牌 來吧 記到了嗎 記到了嗎 怎麼記 沒有一張你記得 沒有一張是記得 記得一隻的 是不是街磚10 Jason現在是呆了 為什麼我會知道 你記得那隻什麼牌 看穿你的心 那我一早就 我那天就這樣跟公子說 知道原理的人就不要留言說出來 知道原理的人就不要留言說出來 那這些東西就 什麼 大家 你知道我知道 雖然日本會靠這些 對 你猜我這樣的樣子 靠到女兒嗎 玩手藝的嘛 然後這個 兩張貼紙 大家知道我有貼尺 就是柴犬 還有 Studio可能有些單調 還有電腦又沒有貼紙 大家知道 我用Mac機一定貼紙 對不對 就買一些貼紙回來貼紙 當然它不是貼紙 不排除我會出貼紙貼紙的味道 但是這裡是柴犬貼紙 而且Rachel也是很喜歡柴犬的 我有一份我會送給她的 這個不用開了 首先它就是柴犬貼紙 我貼一張在額頭上 我們要做得這件事豐富一點 柴犬真是很可愛 這麼大的額頭 頭髮又少 現在多好 正不正 然後呢 這個是壓軸 我最後才開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日本人才會想到的東西 有沒有那麼大壓力 這個是一個解壓裝置 大家看到這個類似麥克風的東西 你會想到是什麼 想到沒有 你是否以為是唱機神器 它不是唱機神器 它是一個 我說完也會覺得有點尷尬的東西 你對著這個洞唱歌 然後它會替你消音 它裡面會解除 它會令到你的聲音不會散得出那麼大聲 你在家裡尖叫 我都聽不到那麼容易 那你唱歌誰聽呢 你自己聽 你哪有那麼大壓力 你要做一個這樣的事情 哪有可能會大壓力到這樣 你經歷了什麼呢 然後這個耳筒 它還只有單邊 這個東西好像兩千多日圓 差不多兩塊港幣 多利夢怎麼出現 多利夢第一句是什麼 你跟公子之間 人人期望苛達到 我的快樂給你宣告 我先收個咪 現在大家都聽到的 我嘗試放個咪遠一點 我覺得已經收到那麼遠 我放個咪在遠一點的情況 大家在一個正常的距離會不會聽到 人人期望苛達到 我的快樂給你宣告 其實你要有幾大壓力 你才會想到去做這件事 被人去解壓 那個人本來都很大壓力 他才會有這樣的想法 去做這樣的事 而且這東西很臭 這東西真的很臭 那種膠味 那種真心膠的膠味 它真的很膠 我想如果這個東西 真的是 你在銀行街的時候 你會看到 你會 首先有一個問號在頭頂上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當你知道它是什麼來的時候 你再看到價錢的時候 你會問 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沒有人買的呢 那麼主要這個節目的目的呢 就是想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看到一些 蛤 哪有人買的 有沒有人不買的 有沒有用的 那麼我們就是想去幫大家找 幫大家省一些不等花費的錢 這些不等花費的任務 就交給我這些不等花費的人去做 聽不懂的啊 我根本就是很享受買一些不等花費的 所以你就嘗試用這個節目來 恭喜試用 是的 是的 沒錯 還有我覺得Studio 是需要一些很奇怪的擺設 才有一個換味 一萬一的話 我相信去到未來 可能會有廣告的 但是如果我們未來有廣告 我們會著名這東西廣告 那當然 這個Lock就不是廣告 我們自己自費去 買這個燒 解除壓力裝置 是吧 那看看未來有沒有什麼更加好的東西 那現在呢 其實我們就最想就是 給大家選擇我們一萬元的企劃 那現在呢 有兩個選擇給大家選 如果大家有想參與這個一萬元企劃的話 那記得留言告訴我 你下次想看哪一個類型的東西 那舖名啊 或者我們實際買那樣東西 是什麼物件 就不講實住 就是給大家兩個方向去選 一個呢 就是食物類型 一個呢 就是繼續不等花費的類型 但是食物來說 我們都會選一些不等花費的食物 就是你未必會吃的東西 或者可能你聽到 你是會覺得 不是買這麼多品牌 那些東西還要吃一萬元的企劃 那第二個呢 我們去找多些更加不等花費的東西 我們勢然要找一個 給它更加不等花費的東西 那在這個一萬元企劃 最不等花費的 是綁收 暫時它是第一位 那這個綁是會繼續更新的 好 那今天就來到這裡了 那多謝大家收看 那留言告訴我 現在的打燈那些東西 有沒有覺得正了 還有現在在摸兩部機 有沒有覺得畫面正了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分享、留言 給個like 那我們就下一集再見 拜拜 下次再玩吧 這個很尷尬 走吧 吃飯